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律師馬在前馬律師 荷薇大哥 大家好 另外是精神科醫師王鳳剛王醫師 大家好 以及眼科醫師黃佑佳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醫美診所的主管蔣平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作家許長德阿德 大家好 今天光是有醫療背景有三位 對不對 兩位醫師 然後醫美診所的主管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談武漢肺 對不起 我們今天談的是滷肉飯又怎麼樣 因為新北市有一位人妻 他指控先生長期不工作 然後家裡的經濟靠他獨自扛起來 可是太太做什麼工作呢 太太她是兼差當酒醋小姐 可是先生說她是應招女 那連吃滷肉飯都被要求滷汁拌開來才准吃 就是那倒下去要丟均勻 然後太太呢 以生活遭虐待 而向法院訴請離婚 先生呢是反咬太太有外遇 那後來啊 以雙方感情有重大裂痕 判准離婚 那這個太太呢 也要求要有賠償金 不過這賠償金啊 被法院駁回 那根據太太的說法是說 結婚四年多以來顯然是新婚不久 那結婚四年多來的家用啊 都是女方在負責 期間她還幫她老公還了十八萬的卡費 然後為了貼補家用呢 她去當酒醋小姐 卻被羞辱成應招女 那麼我們這個氣質 要先請教馬律師 她說酒醋小姐是做什麼的 酒醋 你是不是專家 酒酒專家 我這個讀事人節目 不可以太早想到題目 酒醋小姐其實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 紅衣大哥我們不是去吃過嗎 通常就是 阿德你認識這個人嗎 沒有 我好期待他講什麼 快炒店 通常快炒店或者一般餐廳 他有一些品牌公司 要促銷的一些小姐 因為那個地方熱絡嘛 那小姐就穿著稍微清涼一點點 去那邊就會問他們說 要不要有促銷 要不要喝 那其實就酒客來講 我吃A跟吃B 除非我對那個A品牌的酒 有非常高的忠誠度 不然這個見面三分情 小姐又漂亮亮的 我們那種一般去快炒店 基本上沒有什麼 有女陪似的地方 都是一伙都是男生 好歹有個女生陪陪聊聊天 不是輕滅他的意思 就是有人 這個就是阿 不是 他有賣他的服務 所以我們就點他的酒 其實這個效果我覺得還算OK 他有服務什麼 就是刀刀酒 他會開了還幫你倒 快炒店我們都把自己倒 會聊個天 會聊個天聊一下 大哥這樣做什麼 最近忙什麼 然後說有沒有促銷 那跟酒素小姐聊天 就要看客人的功力了 功力 聊天還要功力 看酒素小姐的功力還是客人的功力 客人的功力也很重要 有些酒素小姐 客人聊到酒素小姐心花怒放也有 所以基本上那是一個互動的場合 當然這個女方 酒素小姐有他銷售的意圖 那男生也有一個他 沒有一個 就是既然有服務 我也沒有忠誠品牌度的話 我就了解 你也碰過 對 因為我前夫很喜歡去快炒店 然後我就會 就會跟他一起去 然後那個快炒店不能太早去 大概就是一定要七八點以後 比較多人這樣比較熱鬧 然後身為女性 我一開始會覺得很奇怪 那要喝酒就是點來打開就好 為什麼會需要女生穿著泰山裝 泰山裝 然後在那邊賣酒 我自己一開始是覺得說 這個環境好像我有點不太喜歡 但是後來是真的是發現說 其實他們真的是單純就是賣酒 對 是 那所以我們三位來賓講了 酒素小姐其實是一個算單純的工作 這是一個業務人員 業務人員 可能真的是穿的稍微少一點 青春洋溢 那可是被老公說是應招女 那這個馬律師 這樣子不能夠肅請 這樣賠償沒有辦法過 如果應招女通常他們所謂的 罵都是在歸房裡面 在房間裡面 你如果是公開場合罵應招女 一定是毀謀 所以他們都是在房間裡面對罵 那房間裡面對罵這種應招女 通常法官會認定 有沒有罵這句話 基本上你要錄音 所以是不是因為應招女判離婚了 我覺得有問題 因為如果今天是 因為罵應招女法官也承認了 然後滷肉飯的事情也承認了 就代表男生的確有一些過激的言語 那這是男方的部分 那加上女方 如果女方又有外遇 被認定有一些蛛絲馬跡 所以法官很容易就認定 你們兩個其實各打五十大板 所以呢 各打五十大板就是離掉 但是你要跟他要錢 門都沒有 為什麼你們兩個都有問題 所以法院不會同意賠錢這件事 不過這個女方 確實是有跟陌生的男子 用簡訊寫著想你 然後這法官認為說 女方對婚姻其實也有失責 寫想你就不行了 但是要構成說 這是通縣的證據當然沒有辦法 對不對 好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進化告 好 其實接下來這是個重點 根據女方的說法 男方常常借著一些生活的琐事 罵他 不要小看這琐事 甚至逼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 比方說吃滷肉飯 好 老公規定一定要拌均勻才能夠吃 強迫他喝精力湯 陪對方一起出國衝浪 其實聽起來都不錯 對不對 又陪老公一起出國衝浪 然後老公又要你喝精力湯 滷肉飯拌均勻本來就是比較好吃 這個為什麼會 請教馬醫師 這個不是OK的嗎 我說過 夫妻之間如果已經 是屬於比較 惡性循環的狀況的話 一個沙子 一個沙子 就像沙子掉到眼睛裡面一樣 它一直在摩擦 如果沒有任何潤滑度 基本上什麼東西掉到裡面來 就是開始一直摩擦 跟那個攪肉機一直攪攪攪 所以如果 滷肉飯搬開來吃才能吃 其實這是拿出來做梗 來互相吐槽對方 其實如果你知道 你老公對滷肉飯有那麼堅持的話 你想吃 你不要在他面前吃也可以啊 這個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目前他們看出來 他們資金已經很大的裂痕了 只是挑毛病來去整對方而已 男生的說法是說 他說要太太把滷肉飯拌開 是因為太太吃滷肉飯的時候 只吃上面有肉燥的部分 下面的白飯呢 就冰進冰箱 他怕浪費啊 才會善意提醒 這個 阿德 可能有人這樣吃滷肉飯 不然好吃吃吃的而已 沒有我覺得說 不管你是不是善意 還是不是善意 就是善意應該在一個尊重的基礎之上 不然那個善意就是強迫嘛 所以如果我們善意 無限善綱 就覺得我對你好 我就可以去 就是給你嚴格要求 那久而久之 我感覺好像被 跟一個那個射尖住在一起 就是覺得說 我跟你生活在一起幹嘛 就是這個其實是很不舒服的 對啦我覺得剛剛講尊重 就是說你要請他喝精力湯 如果他不想喝你就要尊重 就不要喝了對不對 滷肉飯他不想辦 你欠他辦 他不想辦 你就接受 這個叫尊重嘛 被強迫吃嘛 不是就是重點是 就是為什麼要尊重的一個原因是 人的生活習慣不是你一句話就可以改過來的 他不想改你啊 如果這樣改來改去 這個關係就會走到今天這邊 我覺得 那你有被強迫改嗎 這個方面我非常深刻提悟 就是譬如說 就是因為如果譬如說 太太為什麼會要求老公做這些事情 因為太太 像我太太就是有一種那種 就是恐懼症 就是當然就說你的牙齒不刷 以後這個牙齒就是變成我的問題 他的麻煩 對不對 因為牙齒不好 就會有心臟有出問題 然後呢 心臟如果出問題 沒有死半生不遂 就是我要照顧 他就是五千三千想再想這樣 我會說你以後我都不給你管 就不要管 就是不然的話就是 他這種恐懼是沒完沒了的 那他就接受了 可是問題是來講說 我知道你是好意對我 可是對我來講我這樣生活 我覺得我壓力都好大 然後呢 我也還沒有辦法想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只會聽到你給我壓力 我聽不到你對我的善意 但是我現在就是比較調整 就是說你這樣子要求我對不對 做這個事情 我現在就是會就是說 與其跟你抗爭 好我去做一次 只要我做了一次以後 你在要求第二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他第二件事情也沒有要求我 而是我每一件都沒有那個 他就每一件是在試 我覺得是這樣 那他還要求你什麼試 就太多了 比如說上廁所尿不要尿 滴到馬桶外 你說那是生病的問題 他現在要求要坐下來上廁所 那你現在也都坐下來 坐下來上廁所 然後呢 小便嘛 就是要坐下來上廁所 比如說 就是喝水 我就是 我會通風就是因為水喝太少 然後他現在就是會 反正呢 不只倒水以外 就是倒了水這個 已經會再念一篇文章 講一下說不喝水會造 那什麼結果再講一篇 然後至少要重複講三遍 我說不要再講了可不可以 他就會跟我講說為什麼要講三遍 因為你每一次都沒有在聽 說要講三遍 黃醫師有碰過 精力湯我最有經驗 就是說我們以為就是我 我剛剛結婚的時候 就以為自己嫁到 就是很不錯的人家 然後就豪宅 然後確實裡面那個錢婆婆 都在打精力湯 然後可是你喝第一杯 就是說人家打完這個精力湯 我加了很多東西 然後你喝第一杯的時候 你確實會很有幸福感 因為這個平常是我們沒有時間做的事情 然後人家已經打好來一杯 可是後來就是漸漸的會覺得不對 第一個打精力湯的果汁機 再怎麼高級 那個噪音我覺得非常的大 所以我會懷疑說錢婆婆的聽力比較不好 是不是因為每天在那邊打精力湯 然後第二個如果當你喝完第一杯之後 就是你咕嚕咕嚕喝完 其實有時候你真的是肚子很脹 然後他又來再給你倒一杯 然後你之後一整天 就要因為這個精力湯一直跑廁所 至少某一個時段會一直要跑廁所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這個還是 雖然給你健康 可是干擾你的生活 那明明就是有可以更健康 然後可以更不干擾我的生活 那為什麼我要每次都這樣 對 是是王醫師這算不算精神虐待 其實精神虐待是蠻主觀的 不過看起來在法官的角度裡面 似乎是不這樣認為 不這樣認為 因為我 當然我沒有看到判決書 也許馬力書比較清楚 但是我看到某些新聞媒體的轉載 他這些理由 其實法官都不是那麼才信 他只是覺得說 在法庭上面他們覺得這一對夫妻 真的是有那種難以邪好的這種 夫妻的溝通的狀況 所以最後還是判他們要離婚 對 那你要到精神虐待的地步 其實這個東西是雙方的 比如說我們在精神課裡面 最嚴重的精神虐待 就是達到你會有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 對不對 那你要到創傷後壓力症的話 其實不是只有主觀的那種 外在客觀壓力 其實還有 不是只有客觀的外在壓力 還有很多主觀本身的那種 復原力的程度 一樣被逼著喝心意 讓也許黃醫師就承受得了 那也許其他人喝個一杯 他就崩潰了 那這樣子你要說 一樣只是一杯精力湯 為什麼你就會崩潰 那同樣是一杯精力湯 他的精神的壓力 精神虐待不一樣嗎 所以他又很大的部分 還是跟主觀的那種想法是有關的 只是做客觀上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法官不認同 我想大多數人 也大概都不太會認同吧 我只是說對你的那種 乳酪飯那種管理的方式 有意見 然後這個東西就叫做虐待 好像不太 大多數人不太會認同 那你作為精神科醫師 太太曾經有過讓你精神上 覺得有壓力的事情嗎 比我寫論文吧 比你寫論文 對啊對啊 我們醫學中心一定都要寫論文 那他知道我這個東西 才能夠升等是不是 是啊是啊 那其實他這個東西 他是對的啦 只是說有時候他也只能用唸的 那我只是跟他講說 那你老公就是這副模樣對不對 你再怎麼唸大概極限 你都到這裡了 所以他後來就他願意接受說 反正你這個叫我熊烏不可凋野 我就放生算了這樣子 因為寫論文也很辛苦 壓力很大對不對 這個有能力的人 其實一個月兩三篇沒有問題 像我們那個兩年寫不住一篇 實在是很丟臉 那生活上沒有 除了論文之外 生活上沒有耶 其實我們家還算是蠻尊重的 比如說頂多就是他會規定說 我一定要洗碗 洗碗是我的任務 然後道樂設施我的任務 那本來早期做這個約定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沒辦法 因為我常常跟人家講 夫妻兩個人在一起的話呢 家事要平均分擔嘛 那所以我既然都這樣講過了 所以我只好乖乖的 拼著摸著做這樣 那後來那個學校裡面 小朋友在調查那種 家裡的家事是誰做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好慶幸 還好有接受這樣子的約定 所以小朋友寫的時候 那個家事看起來還蠻平均的 所以我家是一個男女 蠻平等的那種家庭 瞭解 實際上不太平等 那如果說如果說我是這個太太 那因為老公的不尊重 我去醫院然後就診 拿一個精神科的就診紀錄 這有沒有有助於 這其實很爭議啦 因為在離婚的條件裡面 其實大多數的精神科醫師很不爽的 就是在離婚的法律要件裡面 竟然有一項 本來你有一個什麼 重大難治的疾病就算了 你另外把精神疾病獨立出來 所以叫做什麼重大難治的精神 精神疾病這樣子 可以作為離婚的那種條件這樣子 那很多個案來 他是想要證明說 我被精神虐待 虐待到跑出精神疾病了 可是我們常常會提醒說 你得了精神疾病本身就是一個 可以肅清離婚的這一種那種理由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有利還是不利 這個其實是很難講的 很見然見智的 而且我們精神科的疾病 在判斷上面 跟主觀的感受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精神科醫師 在本著相信病患這樣的立場的話 很多時候你要成立精神疾病 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只是我們在診斷書上面 都會寫得很清楚 我們是根據完全信賴病患的主數 所得出來的這個診斷 你真的要去到分辨 到底有沒有詐病的程度的話 通常都還是要經過很嚴謹的那種精神鑑定 才有辦法看得出來 馬律師拿一個精神科的診斷 有沒有助於打官司 原則上是這樣子 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你說所謂浪費跟精神虐待 然後跟什麼想你 其實想你我可以發簡訊給你 法官會看客觀上面的時間 凌晨一兩點更加發想你 跟白天 這個有不一樣嗎 會不一樣 凌晨一兩點晚上大家睡覺 你偷偷再發 就代表必有問題 還有個次數跟頻率 所以我中午一點想你 跟晚凌晨一點想你是不一樣 你的不一樣 因為我在白天還可以用 工作上面的一個互動去解釋 晚上夜深人靜的這種想你 我想在座有兩位女生 你老公晚上凌晨一兩點 跟陌生女子發想你 跟白天 這個頻率我相信對你們來講 感受一定不一樣 還有個次數 次數一天十幾次 偶偶一天一次 還有你剛講滷肉飯 滷肉飯那個白飯會浪費 請問一下你 他還是每天吃滷肉飯 每天都挖上面 讓你的冰箱 整吞的都一杯飯 那你還可以解釋說我浪費 那法官會看這個客觀狀況 但是如果客觀狀況 不是很明確的話 接下來就有一些律師 會有一些訴訟技巧說 不然這樣好了 你就跟他說你因為 一次被他罵滷肉飯浪費以後 就精神痛苦 然後就不斷地去那邊訴酒 然後多看幾次 反正A醫師看不成去看B醫師 會有這樣訴訟技巧 會有 總有個醫師會幫我開的 對 總有一個醫師會 基於非常信賴 病人的阻述 而理解去同情 他說你真的是很痛苦 如果說去寫 那法官看到這樣的文件 畢竟這個文件 至少是高於所謂 我們剛提到的 想你兩個字 滷肉飯一碗 冰在冰箱 白飯 那這個部分會做一個評價 但是是不是能夠因此就認定說 這個人的虐待 的確是跟那個因果關係 這個不容易 但是在離婚上面是可以構成 但是要賠償 因為我這個痛苦 造成這個原因 一次滷肉飯我就被精神疾病 然後希望他賠我錢 這個的論述 法院還不見得會同意 賠錢還不見得會同意 是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真的想要訴訟 要贏就是把冰箱全部塞滿那種 沒有吃完的滷肉飯 還剩白飯 OK 蔣平啊 他這個跟前夫當時曾經 因為吃飯問題鬧得很不開心 那為什麼 等一下請教你好不好 那先休息一下 好 那蔣平啊 這個跟前夫 為什麼會因為吃飯問題鬧得不開心 因為其實他很偏食 因為我前夫他很瘦 其實他不愛吃飯 那我平常就是 只有我們兩個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 就是因為我可以將就他 但是有了小孩之後 我覺得小孩 因為小孩你要吃東西 本來就有一點難度 而且他小孩會挑食 那我的小朋友 他剛好那個時候 是喜歡吃飯 喜歡吃肉 可是我前夫他喜歡吃菜 喜歡吃麵 水餃 那就跟小孩的喜好 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因為媽媽通常都會 遷就小孩 對 所以我就會 小孩喜歡吃什麼 就買小孩 然後他就開始有怨言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都不買我要吃的 那你就以後就買水餃 在裡面包飯 結果後來我就是幾次之後 因為我想說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麼營養不均衡 你只吃菜沒有什麼營養 那我說你還是要吃點肉 可是他就是很自我 他就覺得我就是要吃我想吃 所以後來我就是直接在外面買了 然後打電話問他說 那你今天想要吃什麼呢 然後他告訴我之後 我再去買了帶回家 你說每次要買飯給他吃都戰戰兢兢的 對 我覺得那個精神上的壓力 其實還蠻大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買回去給他 他可能他不喜歡吃 他不是他就不講什麼 他就說你又買這個 然後他就讓我擺著 擺到第二天早上 擺到夏天的時候一擺就壞掉 然後你就是收 我就覺得很浪費 然後心也會覺得說 我特地買回來給你 然後你又不吃 然後你不吃就算了 可是你也不講就擺在那裡 對 就是我覺得他就是給我看說 都做給你看 對 我就是不愛吃 對 你的不滿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 算了 那我還是買給他 他要吃的好了 就滿足他的需求 那你為什麼不讓他繼續擺著 讓他發臭呢 因為家裡都是我打掃的 他都不怕了 你怕什麼 我沒辦法放著爛 過分 對 不是 我覺得太太的一番好意 你不喜歡吃 你至少要跟他講 你下次可不可以改買什麼 對不對 那今天不吃 如果是我 其實被不喜歡吃就把他吃掉了 對不對 那下次請你改買什麼 你不是有打電話問他嗎 後來才打電話問他 但是之前就是買了他不喜歡吃 他就讓他擺在那裡 東西就擺在那裡壞掉 對 然後我 因為我有時候忙 我可能出門我也沒注意 那我就後來看到之後 我就發現 你怎麼都沒有吃 因為他的作息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就是晚上我們要睡覺的時候 他才要開始工作 他白天都在睡覺 所以我跟他平常就是只有晚上的時候 會講到一點點話 其實我覺得家裡面 夫妻兩個人為了吃這個事情 其實是可以很愉快的 對啊 對不對 吃是件愉快的事啊 阿德如果是你碰到這樣 你會怎麼治他 你說我要治 他老公 基本上我就不會再買了 我就不會關心他 對啊 你就不要買了 我從此以後就是 我就會跟他講說 我覺得 我可能也忙不過來 我要忙小孩的事 你的事情是自己的啊 你也是個大人的嘛 那沒有主見是自己弄 我就會這麼講 又會假嘻嘻 沒有沒有 他只有這樣子 不然他也離不成啊 沒有累積足夠的痛苦怎麼理 因為阿德老師是男人 男人比較容易心狠 女人就是很不下心 沒辦法 所以女人最後很不下心 就會苦了自己 就是不要小看這樣 像我前婆婆 因為那個飯菜也是弄得很難吃這樣 那不是我說難吃 也是我前夫 他根本就是同樣去餐桌 他就是趴了兩口就走了 滿桌的菜 然後我第一個 我真的也是覺得浪費 可是後來前夫上去 你說吃兩口 一個大男人身高那麼高 怎麼可能會不餓 晚上就餓 餓了又叫麥當勞外送 又我要下去拿外送 不然就是飛翁要下去拿外送 對啊 其實是讓人是很不爽的 可是婆婆這樣很用心煮 煮給媳婦吃 沒有 他是煮給他兒子吃 也沒有考慮我的喜好 整桌菜都不是我的喜好 是婆婆煮還是外傭煮 其實就是他叫外傭煮的 煮的就是他覺得應該要吃的東西 對 是 那王醫師這邊慈濟的案例裡面 說有人因為衣服怎麼燙 而肅請離婚 其實不是只有衣服怎麼燙 牙膏怎麼擠 生活上面的一些小細節 其實都有 我是覺得說 就跟馬力士剛才講的 這可能跟有一部分的訴訟技巧有關 最近有一部蠻紅的那個電視電影 叫做婚姻故事 那個謝寡婦斯卡爾蕭恩森演的那個 其實他講得很清楚 也許本來夫妻兩個人 彼此都還能夠互相體諒 可是為了要去打這個離婚的關係 或者是兩個人 沒有辦法好去好散 如果再加上這一種 我們在法律上講 叫做破綻主義 你一定要證明對方有夠爛 那你開始去想 對方到底有多爛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越想越爛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這種故事已經幾千年了 因為中國不是一個 古代有個米子俠嗎 他跟他的王那個關係很好的時候 桃子吃了一半給他的王 然後大家關係好的時候 哇米子俠對我好好喔 那吃了好吃的東西給我 然後後來痛恨他的時候 你只要我竟然敢把吃剩的東西給我 同樣一個行為 只要他的階段不同 他的想法不同 他的詮釋就不會一樣 所以那些東西其實根本就是 你只是把那個滿腔的恨意 找各種的現實來去投射出去而已 所以旁邊的人聽到就覺得 滿離譜的 所以當感情不好的時候 燙衣服也不對 吃飯也不對 什麼都不對 什麼都不對 回家的時候鞋子不好好放很不對 腳很臭也不對 這道理由補充喔 沒有沒有 因為你是講說東西亂丟 像我前夫他很習慣回到家 他出門回到家 他衣服脫了 就是沿地丟 他是沿地 掉地上喔 對他是沿地丟 他不會說固定放掛回去什麼 他不會 然後你就是沿地撿 然後你撿了之後 拿起來就想說 這到底是乾淨還髒的 一聞都是那個臭味 然後就全部就是 就是直接搜一搜 就直接丟洗衣機洗 他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的髒衣服 不丟進去那個 那個髒衣服的籃子裡面 我也不知道 他沒有這個習慣啦 對他沒有這個習慣 因為我跟他講到他都不開心 他覺得我就 他覺得我就很累啊 我回家就想要馬上休息啊 所以他沿地 就是沿路就開始脫衣服 外套什麼然後就丟 我覺得後來我是沒辦法忍受他這個 而且再加上他又不是很愛乾淨 除了亂丟衣服亂丟東西之外 然後他吃完飯也不會收東西 然後他也不愛洗澡 就是他很多事情就是 很多小細節都讓我覺得 沒有辦法跟他生活 可是因為有小孩我就覺得 反正就忍耐嘛 因為都已經嫁了這個人 我跟你講你講到一點是 很多人大概沒有辦法接受 他不愛洗澡 對 多不愛洗澡 他最高紀錄好像有一個月沒有洗過澡 他在台灣生活耶 是冬天還夏天 夏天冬天都有 但是夏天都有味道 你很近就是 你這樣子就可以聞到他有味道 那你跟他講 那你以前怎麼會喜歡他 不是那喜歡他是之前啊 之前有洗澡嗎 有 在交往的時候 跟剛新婚的時候 他都有很好的習慣 就是他每天洗澡 可是後來我覺得他可能 是你把他養成壞習慣 沒有回到原樣啊 應該不是我把他養成 回到原型 對我覺得應該是他之前演示的很好 他為了就是配合我 那後來他就覺得他沒有必要配合我 他覺得他想要做他自己 獻出原型 拜託 有人一個月不洗澡的嗎 他通常大概都是兩三個禮拜不洗 然後他 對通常 好節省喔 對然後我兒子就跟我說 他其實在 因為他現在人在大陸 大陸比較冷一點 他曾經有超過一個月沒有洗澡的 那個味道是長什麼樣 就是 就是和燒味 就是和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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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他睡嗎 因為他作息跟我不一樣 那因為小孩都是我哄著睡覺的 所以我就是跟小孩睡 然後他自己 因為我們要睡覺的時候 他還在工作 所以他就是醒著 然後我們兩個就分開睡 那他一個月沒有洗澡 可是他也年輕 一時興起來找你 我會逼他去洗澡 那他只有那個時候才會洗澡 還算有良心 可是後來他就 因為後來就是真的有一段時間 很久沒有了 然後我那時候我也 他洗澡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做什麼事 可以這樣說 沒有沒有 沒有他的意思是說 只有一個目的 不需要再聞臭味道 就跟他再做一次 這樣再回去洗澡 威脅他 後來他就是 因為我們後來就很久 他都沒有碰我 那他那一段時間 真的很長一段時間 是沒有洗澡 可是有的時候我就是 因為我後來發現 他怪怪的就是因為 我回到家發現浴室是濕的 然後他洗過澡 我就覺得很奇怪 沒有找你 他就有鬼了 後來就是很多事情 然後才發現說真的有問題 所以他後來這個 蔣平的前夫跟蔣平的生母 有外遇了 這樣子 不過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 一個月沒有洗澡 洗完之後 不曉得會體重掉兩公斤 那什麼 就選了 我 сейчас要寫近觀看 好 我們先休息見廣告 这个阿德 如果你的老婆 一个月不洗澡 你会受得了吗 因为都没有经历过 这突然就是 不知道怎么回答 应该可以吧 你可以 可以啊 我现在人身很宽 真的蛮宽的 因为我觉得说 就是如果他有这样的坚持 要已经到一个月了 我就要想一想说 我真的有能力去改变他吗 然后我是不是应该先了解 先去理解说 为什么需要一个月 不洗澡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现在就立刻 就跟他讲说 你这样不干净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沟通没有意义 就这样的沟通 不如我们各自过 各自的生活 可是如果说我要去关心 你要介入你 我觉得我应该先理解你 而不是先批评你 应该是这样 不然你知道批评 是不会有效果的 对不对 因为我每次 这件事我已经不爱做了 你每次又来批评 用批评的骂我的方式来做 我不是更不爱做 其实我以前跑新闻的时候 曾经有同业 他是个男生 那他当然他也有老婆了 不过我不晓得家里出什么事 就是说你会发现 他的衬衫一直都没有换 然后那个衬衫的味道很重 那个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洗澡 至少味道很重 就你觉得你坐他旁边 就一阵一阵的 就会受不了 那那个黄医师如果老公不洗澡 你受得了吗 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承受这种压力 因为人家 一天不洗可以吗 我觉得一天不洗勉强接受 两天 不行不行不行 两天就不行了 对对对 那一个月呢 绝对不行 因为这样是养成坏习惯 就是你要纠正他的坏习惯 当然一定一定就是要尽早趁早 而不是说我想我可能比较不赞成 夏阿道老师说想说替他找这么多理由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 其实他就是一个生活公约 你既然要跟我生活在一起 我们就要遵守那个生活公约 这不是小朋友 共同生活嘛 这小朋友就知道的事情 那当然就是我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也曾经就是小孩子都不喜欢洗澡 因为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他们被抓去洗澡 然后被那样弄也许不喜欢 小孩子确实会不喜欢洗澡 曾经就是两三岁的小孩子 就跟我讲说 妈妈我今天没有出门 所以我今天可以不用洗澡 没有弄脏 对然后我心里就大惊说 为什么小孩子这么小 可以说出这样的好像大道理 可是他讲的话没有错 对然后我就要跟他解释说 为什么你不出门没有流汗 你还是要洗澡 因为你身上还是会有一些 我自觉的也有流汗 对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洗干净 是为了避免你怎样的卫生习惯 那我觉得就可以解释 那当然观众朋友可能看 我们在讲那些生活的琐事 比如说什么老公衣服丢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年长的女性 特别是婆婆类就会说 你老公丢你就顺手就是 帮他捡起来 就是举手之劳而已嘛 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怎么会影响到夫妻的婚姻生活 那事实上我曾经也有就是说 奇怪我前夫常去中国要出差 然后一开始嫁给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我明天要去出差 那个我的行李在那边 然后你帮我摆什么什么衣服 那第一次第二次我照做 那我心里想说是不是他们这个家 就是比较家大业大 所以就是说这个媳妇就要做到这个程度 否则我心里是觉得很奇怪 我说难道你没有手吗 你不想处理你自己的衣物吗 我们放在哪里 如果你找不到东西 不是反而就是是被公办吗 我心里本来是这样讲 而且我其实是很不会折衣服的人 就我自己的行李 我自己的衣服都不是折得像百货公司 专柜那样 然后前夫还要求我 除了帮他整理行李 还说还嫌我的衣服折得很糟糕 就说没有像百货公司专柜那样子 然后一次两次 而且我有抱怨给就是同样 他们那个等级的那个太太听 然后你知道他贵夫人怎么跟我讲吗 他要你帮他整理行李 你就帮他整理行李 这件事情有这么难吗 所以也就是说观念是不一样 后来我真的是就是起义发难 起义 成圣无果 对我就说我没有要再帮你整理行李 第一个因为他很花时间 第二个我整理的行李 你也不满意 然后第三个 其实你会增加彼此的困扰 所以后来他就请飞庸来帮他整理行李 对 再请教讲 你说老前夫不喜欢洗澡吗 对 那他刷牙吗 他也不刷 那他就是脏鬼啊 他牙齿根本就是跟洗澡的次数比起来 又少之又少 所以他的满口都是蛀牙 那这样没办法 好可怕 那他会跟你讲话 这样你应该不想跟他性生活吧 所以后来其实他不找我 我也没有找他 只是我是觉得很怪 就是我会觉得开始不一样 然后就怀疑说他是不是有外遇 对 那个时候才有惊觉 不刷牙呢 不刷牙 说你老公外遇很容易被抓到 因为只要洗澡干净一点就找他 就是有问题啊 那这个头发会也没有洗吗 当然啊你没有洗澡你也不会去洗头啊 有洗脸吗也没有嘛 对 没有啊 因为真的是跟洗澡一起要做的事情 就是刚刚曾大哥讲洗头洗脸啊 刷牙 指甲呢指甲也不剪了 指甲会啊 因为有时候太长真的是比较不方便 不是我们头发如果不洗 可以整屁整屁你知道吗 油油啊 看起来就很可怕啊 因为他是输油头啊 他就是往后输啊 所以你就看不出来说他到底是有罗油 天然油啊 那他没有朋友吗 他要出去跟人家去 要交际啊 有啊他有朋友啊 但是我觉得他朋友可能的嗅觉都坏掉 那好像他朋友都没有人在提 因为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酒肉朋友 可能是大家一起出去 就是喝酒啊 吃东西抽烟 他们都是抽烟喝酒挂的 所以可能也闻不太到这种 他身上的味道 我意思是不洗澡的人你受得了吗 其实当然会受不了 但是以我们角度来说 反而是习惯的改变对我们来说比较有意义 比如说他本来每天都洗澡的 后来开始变成不洗澡了 那这样种情况我们会特别小心 因为这种个人卫生的功能下降 其实是某一些精神疾病的一些征兆 通常很少出现那一种 忽然本来就很习惯 卫生习惯很好 开始变差 然后告诉我说那是他的本性 除了他前面在讲 爱干净了 大家就爱干净了 对 那是一种生活上面的习惯 对 那而且这种东西其实跟你的生活背景也蛮重要的 比如说我大学时候吧 医学系有 就有一位女同学 长得漂漂亮亮的 到了大学 在跟她一起住宿舍的时候 才惊讶说 原来每天都要洗澡 因为她是单亲 所以她父亲是一个退伍的 就是老军人 她是单亲 爸爸养大的 所以她不知道说 每天洗澡是一件规律的事情 当然她去的时候 她是不是天天洗澡 她不知道天天洗澡 所以你很惊讶 她后来才跟我们聊这个东西 她说人的习惯有多重要 就是因为到了女生宿舍里面的时候 别人发现她没有天天洗澡 然后问她 她才说 要天天洗澡吗 她通常是两天三天洗一次这样 对啊 女生啊 所以后来她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 她当然有改变习惯变成天天洗澡 因为她知道这是大家的生活规范 那一旦养成了习惯之后 这个也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只是说 其实很多东西是跟生活习惯有关 那你生活习惯的突然的改变 通常是要担心 她是不是有功能向的变差 所以我同学阿德老师讲的 如果她本来就每天都有洗澡 但是忽然开始不洗了 真的是要关心她 怎么回事 有没有听到幻觉 有没有听到妄想什么之类的 那你的前夫这样衣服脱下来 就丢地上 衣服脱下来就丢着丢着 都是你去捡嘛 对不对 那个可能都已经穿过脏了嘛 对 那你也一样啊 你就回来 你也是把脏衣服就丢着丢地上 看谁受得了嘛 她一定 她一定没关系 她会视而不见 她走路可能还可以跨过去 那些地方 对 但是我没办法 我就是 家里的东西是谁看不下去 没有会不会她突然就觉得 哇靠我们是同类的 突然重新爱上你 好可能 又恋爱了 他等不到那一天 我说他等不到那一天 他一定等不到那一天 因为家里面一定是 他软心的人做到这些事情 这是一定的 但是他比硬的话 受不了的人改 受不了的人 不是说软心 受不了的人拿去做 去改变了 那除了你后来发现 他很久没洗澡 可是忽然之间他洗澡 浴缸湿湿的 可是他没有跟你做 对 没有 对 那除了浴缸的改变 那个事情你发现有不对劲 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不对劲 还有就是他有 他之前跟我讲话的态度 有的时候就是 他不愿意跟我讲话 好 那后来他就会开始 可能就会稍微跟我讲说 我想要 就是他可能会跟我讲话 态度会缓和一点点 就是他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问他说 我觉得你最近怪怪 你是不是有怎么了 因为就是还是会关心他 哪里怪怪的 就是比如说可能他的 作息上 比如说他有时候 突然白天会出去 那我回家的时候没看到他 因为他可能 他们就没有在家里 出去外面开房间 对 那我就会觉得说 奇怪你怎么出去了 然后他就说 我出去跟人家谈case 对 那他就会缓和的跟我讲 他以前就是说 你问那么多干嘛 他会跟我讲说 你问那么多干嘛 他就不愿意告诉我 可是他会愿意告诉我 但是他就是 态度也没有很差 因为他前有一段时间 是态度非常差的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奇怪你最近 为什么会突然改变 然后他 他就 他就就是 反正顾左右而言 对 你觉得他是先驱亏欠 对 我觉得是 因为后来他坦白跟我讲说 他的确是 就是跟我妈妈是去外面 然后他们也是 有时候还 甚至还想要借我的车 载着我妈妈出去玩 对 你会觉得车子很脏吗 是不会 只是就觉得心很痛 了解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如果做坏事 可是我们还是要对 原来的样子要很凶 对不对 会发现 其实对于如何完美的 这是人类的心理吗 对如何完美的做坏事 其实这部分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研究 也不太适合说做太多的那种教学 不过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人如果还有一点点良知的话 他会因为自己的良知 去干扰他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本来可以很豪放的 很自由自在的去骂人家 对 这东西还是我国中老师告诉我的 我老师告诉我什么呢 当然我把这个黑锅给他背了 他说你们考试的时候呢 你不要把头抬起来 你头抬起来左右张网套 我就认定你作弊 我不管你有沒有抓到 因为如果你没有想要做坏事的话 你何必把起来 东看看西看看 拜托 一只血一只血一小时很酸 我不可以这样抬起来一下 这样子一下 大家的理由很多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那种犯罪血研究的时候 会发现说有反社会人格的人 他很多时候做坏事都会成功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一般人在做坏事的时候 你心跳会加速 你会倒汗 你会通不过测谎器 可是很多反社会的人 他有个特性就是 他也不流汗 也不会心跳得很快 也不会气喘 他就觉得很自然 所以这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是 他可以很自然的维持 他原本的行为模式 所以你看不出他的差异 第二个是 这种压力 这种心跳加速 身体很不舒服 对大多数人来说 是一种负面的感受 那我们会因为这个负面的感受 会觉得 我也许不要去做这个坏事 但是那种人 因为他没有良心 没有反应 所以他可以很事无忌惮 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正常跟他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做坏事 就很简单 你行为不要有改变 从头到尾 坚持到尾 那这样子就不会 比较不容易被人家抓到 就跟黄医师一直 等一下接下来 先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 就是说我身边的人 当然是天天洗澡的人 听到一个月不洗澡 这匪夷所思 然后有时候一天洗澡的时候 你一天下来 你还是会有一点点垢 对 那你前夫一个月这样 没有洗下来 那个成绩可观吗 蛮可观的 他每一次洗完澡之后 我都要去清理浴室 因为浴室那个浴缸 就是会有一层垢 就是还蛮厚的 那所以你都要刷 把它刷掉 对 好可怕 OK 王医生 你刚刚王医生在讲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直点头 就是我大概从中就学习到说 那这样子我前婆婆 就很类似违反社会人格的 这个候选人 就是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 很正常理直气壮 那其实做的事情 都也不是很对这样 所以我今天就 非常有道理 学习到了 OK 好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 这一对夫妻 就是老百坊要教坚园 这一对 太太有说 先生总是以腰伤为借口 而拒绝刑访 其实他们结婚才四年多 换句话说应该都很年轻 对不对 这个他说一年上床 不到两三次 请教马律师 法律上来讲 这样子可以当成离婚的条件吗 可以啊 这个是可以 两三次呢 一年 一年 不然 我问你你的标准是多少 我还没到离婚那种程度 形同搜寡 还是说搜寡以后比较有 没有 夫妻性生活的确在法官的考量里面 它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点 但是 通常没有办法刑防这件事情 当然有很多理由 我得癌症 我的这个精神状况不好 如果有一方是自然因素 我想自然因素 就是我真的因为得了什么病 然后没有办法做成 那法官会让这样的一个时间 再会拖长一点点 才会判离婚 就是说你人家生病的时候 你好歹也要让他医嘛 医不好 配合不来以后 才会说好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就判你离婚 好啦 那这个请教一下马律师 因为他们结婚四年多嘛 假定他们是三十岁 到底一年应该几次 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法 你说法律上两三次不行嘛 两三次可以构成嘛 至少在法官的评价里面 在法官的评价里面 你至少一个月 一定要两三次啊 你一年两三次 基本上面算是 基本上等于是视同没有 我们讲那个量的 量还不讲品质 那你三十岁的时候呢 跟现在一样 讲谎话要不要什么 讲谎话没有关系啊 婚姻里面谎话一堆啊 你会怎样啊 这是我的战友阿德 那像阿德这种 五十七八岁的应该几 那个 这个我曾经看过那个调查 还有调查 调查 他的是用年龄来乘以几分之几 算是数 那是正常男人应该有的 你大概五十岁 大概一个礼拜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一定要有 这是正常的男人 那可能到三个 两个礼拜三次有可能 好 这个先生啊 其实他老婆指控说 他没有工作 所以家里的开支 都是太太在负责 甚至还帮他付十八万的卡费 那先生的说法也有 他说自己不是完全没有工作 我因伤休养附健 所以没上班 但是呢 有操作股票 仍有收入 而且家里是开公司的 就是他的夫家开公司的 不时也需要他的帮忙 他并非不愿工作 再请教马律师 在家操作股票 算不算一份工作 基本上我们所谓的工作 是必须要有 对家庭有贡献度 的工作叫贡献 我们才叫工作 持续性的 稳定性的贡献 那才叫收入 如果你说 我没有工作 但是我中了爱国奖券 所以呢 到底这个对家庭 有没有贡献 法官会判断 你是不是持续 稳定性的 有为这个家庭付出 你讲一些 是是合非的理由 这种工作 那我回家帮忙 回家帮忙有没有薪水 我再问下一点啊 你是证明 你有工作能力 但是因为回家帮忙 所以家里面不给钱 所以呢 我有正当理由 告诉老太太说 因为是帮家里忙 不能置信 所以我没有办法 给你生活费 后面是这样论证吗 那法官的判断很简单 钱最重要 你到底有没有 每个月有没有 净支出给你 他如果说没努力 他一勾都拿10万块回来 家里就不会抱怨 就没有这个问题嘛 所以基本上 法院会认为 很多我们的夫妻 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讲一些 我想借口 法官其实会听到 后面的理由是什么 你那个理由 如果经不起考验的话 就像我说过 卤肉饭 就一碗卤肉饭 一个白饭冰到冰箱 你跟我说这是浪费 法官不会相信 法官认为 这是你们之间 为了要攻击对方 而挑出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 想要去说服法官 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东西 法官不会同意 是 我们同事其实是 觉得说 他老婆碰到这种老公 其实外遇也情有可原 王医师你同意吗 应该是这样说 如果说这一个先生 他的那种不能工作 背后他最后 厘清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他个人有怠惰 不负责任 或者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使得他本来能够 有工作能力的 但是却耗失懒 那这种情形 其实另外一半想要去另外找寻心灵 上面的慰藉 其实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 特别是如果他又去可以当久住小姐的话 那你大概可以理解他的外型 年纪 身材 大概都不错 那这样子其实外面大概有一套的男人排着队 要去安慰他吧 这样子情形全部交织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这段婚姻没有办法维持 是必然的事情 必然的 是是是 江平你说 装潢房子 你也跟前途搞得精疲力尽 对啊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用共同的名字买了一个房子 那那个房子就是 他是整个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 就是 他不算是预售 他是算什么 展览中心 就是他是接待中心 所以后来整个东西 那个装潢的板子拿掉之后 就是整个是空的 那我们就要从头开始 包含要墙壁要磨啊什么 然后因为他是夹层 那所以我们就是要讨论说 楼梯要从哪里开 这个就讨论很久 就第一家我们去 本来要请人家装潢的 就为了我们光这个就讲不定 因为我 因为装潢的人跟我们讲说 我们的那个屋顶比较低 所以如果要做夹层的话 建议我们节省空间 只要开一个楼梯就好 可是因为还有一个梁 那所以他 我前夫他就觉得说 那就那就开一个就好 可是每一次你经过那个梁的时候 你都要低头 那不去撞到哦 对 一定会敲到 有的时候你可能一睡醒 你要经过的时候就撞到 对 那就那就很 那就会就是会怕说 那个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自己想说 我就开两个楼梯 那可是我前夫他就不同意 对 那因为我为了安全嘛 我想说小孩总有一天会长大 如果住在这边的话 哪一天小孩不小心撞到 因为这个梁真的很低 这个就是后来第一间装潢公司 他就觉得我们怎么这么难搞 因为我前夫又很强势 讲话又很大声 那他们就怕就觉得我前夫好像看起来很像流氓 所以他就不敢接我们 他说那你们要不要讨论完之后 你们再来 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帮你 对啊 你们夫妻都连意见都不一致 对 后来就是这一间我们就没有去 因为那个他就很为难 那第二间的他就稍微比较圆滑 他会来帮我们讲 他说其实他这样讲也不是没有道理什么 他就是很圆滑的去跟我们两个沟通 后来我们就有一个共识 对 就最后还是装一个楼梯 对 因为我通常都是我妥协 就想说好吧 那还是装一个楼梯 所以后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还包含比如说我们可能夹乘要做什么样的材质 然后楼梯什么材质 然后地板的瓷砖要做什么 比如说是要做地板还是直接大理石 光是这个我们就挑很久 然后他验收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找那个装潢 后来都是我前夫他在家里面 然后他去负责监工 连地板他后来那个大理石都没有铺平 他后来翘起来裂开 我就跟我前夫讲说 怎么你再盯着看 你要监工啊 对 你盯着看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弄了后来就很不愉快 然后他那个就是他的木板夹成还没有做 还没有完工 他就已经裂开了 对 就觉得很粗糙啊 那我就跟我前夫讲说 那他是不是材质有问题 还是他偷工减料 那这个可能你就要去问嘛 那我前夫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都没有看到 是是是 那你觉得你前夫的生活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很随便 他就很随性啊 就是今天今天要干嘛就干嘛 然后明天的事明天在想啊 今天不洗澡就不洗澡 对啊 可以说是叫得过且过吗 应该我觉得是耶 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他没有什么 医生你做过来的时候说婆婆要你吃白米饭哦 你不吃哦 对就是说其实我坐月子的时候真的是 不敢说是最最辛苦的人 可是如果阿信是第一我大概第二这样 意思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很艰难 因为早产 然后其实我没办法坐月子 每天都要跑去医院 然后奔波两家医院看小孩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还是想办法要给母奶 可是偏偏真的是我觉得太操劳 然后也没有好好休息 然后可能天生体质也不佳 然后就其实是没母奶啦 那没母奶的话就是大家就会劝你 一定要吃这个吃这个 那我们自己也很努力啦 就是说只要这个网路上写什么会发奶的 我们就赶快去买 青木瓜盾牌瓜 那好像是年轻人用 那总而言之 比如说就跑去什么公麦局啦 扛什么一箱什么黑麦汁 这种之类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会做 但是就是还是没有母奶嘛 那这个时候钱婆婆就是会 就开始会说一些话 你就是因为没有吃什么 没有吃什么 才会没有母奶 比如说他说因为我就是没有吃白饭 然后才会没有母奶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就是婆媳相处 特别是月子之间的那种琐事 你听人当然不开心 可是我觉得最不开心的就是说 也不能提供母奶的前夫 竟然就说 其实你就是没有吃白饭 才会没有母奶 就是他加重 就是其实他本身没有办法有贡献 他身上也挤不出母奶 然后他又去附和一个 我本来就不赞同的见解 然后就搞得就是我就是很不开心 在在那个时段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会让女生会觉得你 你为什么要一件小事 如果你不能处理 男生你就不要讲话就好了 那你讲的话 其实也没有站在我的立场 我会觉得很讨厌 那为什么洗衣服也是一个造成你很大的困扰 对就是说本来我不知道洗衣服件事情也会造成困扰 是因为我发现我嫁进去之后 我觉得家里的这个飞用非常的辛苦 就是说可能家里本来就五六成 要打扫要怎么样 然后又要煮饭 而且煮饭一次就是要搞三个钟头 真的 因为你要搞一桌菜 然后一桌菜之后又要清洗 然后下一次又要备菜 然后一天要搞三餐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飞用很辛苦 然后我就观察到说 他是不是可以在 因为我们这个习惯会觉得说 难道你不能科学化处理事情 让自己的时间获得更多 然后你就有更多时间休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又有一天就发现说 他怎么洗衣服是用手洗 然后我就大惊 我想说洗衣服 如果全家人的衣服都是你洗 然后你还在那边用手洗 我觉得这个时间经济效益上很不经济 我以为是他 他的这个国家就是比较 比较没有洗衣机 然后我突然就是散发起 这种我们是知道怎么用洗衣机的人 然后我就来啦 我教你怎么用洗衣机 其实你这些衣服 你看丢到洗衣机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多愉快 然后我还蛮这个得意洋洋的 因为我也发挥作用 我虽然没有在洗衣服 可是我教人家怎么会用洗衣机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有一次 大概钱婆婆她本来就要来念我什么事情 然后她就心情就已经不太愉快 然后念了之后呢 她后面又加重一句说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马尼娜也开始使用洗衣机了 然后就说原来她我才知道 那个瞬间我才理解到说 原来他们家的洗衣机 是没有在用的 她其实是 就是说你知道如果冬天洗 那么冷的水在洗衣服 其实手都会冻伤 其实她也不在乎家里的费用 是怎么样去用她的那个洗衣服 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瞬间明白说原来你们家的洗衣机是不能用的 可是明明根据科学的计算 就是用洗衣机反而省水省电 然后省时间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说说那句话 只是说我后来就是说 关系比较差的时候 就变成就是说我又住在人家家里 然后关系又比较差 然后我明知道她其实不喜欢人家用洗衣机 然后我就要每天晚上就是半夜 也不是到半夜就比较晚 就是她睡觉之后前婆婆睡觉之后 大概十点十一点 我就跟飞庸讲好说 十点十一点我就会偷偷的 偷偷的然后提着这个洗衣篮 然后里面都是我们要洗的衣服 包括我自己的小孩的衣服 然后我上去就会放到洗衣机里面 然后她就洗 然后清晨起来再帮我晾起来 就会变成就过那种生活 然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到说 这个以前我们从未曾遇到过的事情 然后结婚之后 她竟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半夜然后竟然要上去 要偷偷洗衣服 真的是肥夷所思 那她买洗衣机要干嘛 不知道啊 对啊 没有没有 为什么要买洗衣机 买洗衣机是家里的 这个配备的问题 为什么要叫那个用人洗衣服 用手洗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想要临家人 在尊严之上要做的动作 因为她觉得说 我就是要使唤你做这个事情 我才有权威感 这种权威感 这样的个性的人 是不会只对一个人这样 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 包括对她儿子 对 儿子会变成这样一个儿子 连整理洗衣箱都不会的儿子 基本上她从来没有 没有整理洗衣箱的一个经验 没有那个能力嘛 所以就是啊 就像说 宝宝这婆婆也不会洗 用使用洗衣机 因为我觉得说这样的概念 价值观的人 其实他们的配备 花钱花在地方 然后对人的使唤 他们是有一个很传统的一套 一个逻辑 这整套的 套装的 我觉得就是要回到 还是尊重 就即便人家是 从外国来协助我们 我们虽然给了他钱 可是老实讲 他来帮助我们 我们会感恩 就是他是对一个对等的关系 他这个都是一个以前的那种 旧时代 那种阶级意识 就是反正就是也有个 第一件事情摆出来了 不是告诉人家 你有时候你的高度在哪里 是把自己的阶级 展现给大家看 把你压下去 来那基隆 有一对夫妻结婚35年 婚后丈夫工作不稳定 经济重担落在女方的身上 有时候还要靠父母接绩 后来老公竟然去签六合彩 而欠下了大笔的赌债 夫妻两个为了躲债分居 一分居就是23年 换句话说 他们在一起12年 对不对 结婚35年 期间他们两个人几乎连互动 这23年几乎连互动 女方控诉男方 只会接小孩的电话 如果是自己打去的话 他就把他挂掉 小孩接打来 爸爸就会接 然后跟他聊天 如果是老婆打来 就把他当空气 就把他挂掉 然后他就向法院 诉请离婚成功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阿德 为什么照理说这个老婆 应该是鞠躬绝尾 为什么他会对老婆这样子 因为你现在讲这个新闻 基本上只看到老婆做了什么 可是都没有提到说 做了什么让老公生气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 然后这个有最大的可能是说 如果我是这个老公不接电话 一定有一件事 真的踩到我的地雷 一定是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这个地雷 就像说你知道吗 如果说有一个老公 如果突然每天 这个老婆每天在偷看老公的手机 就突然外遇证据还有照片 那是不是可以跟老公讲 你外遇了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有些老公会觉得说 你偷看我的手机 这个事情比我外遇还严重 我就会跟你识破脸 其实每个人的一些地雷 真的不一样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地雷 被踩到了 那其实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有一个台商的太太说 他自己跟老公在视讯的时候 你知道老公可能在这个对岸 然后他都是让孩子跟爸爸讲话 换成自己要跟老公讲话 老公只有两三句话就被打发了 或者是老公顶多只是发简讯而已 老公跟这个太太根本无话可说 这种夫妻多不多 我刚讲这种事情不要觉得是一个负面的 我觉得这个如果把它解释的负面 我觉得很多关系就太表面在解读了 因为我觉得说不要说谁样 任何人你跟一个小孩子聊天 你就比较容易聊得起来 跟大人聊天怎么聊 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聊天 就是问说钱啊 那个东西带回来了没有了 那你那边工作怎么样 有吃饭吗 就是光这些就不想再往下聊了 好不好 你怎么聊 夫妻真的就没有比较深 我觉得说夫妻要有话聊 你要有一个基础 就是你曾经懂了就是说 聊天的重要 然后比心事的重要 你没有这个经验 你聊天版就是这种结果 这种结果不要觉得是不好的 如果这个事情就觉得不好 就是火上加油 真的 等一下来请教王医师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太太 我觉得很多太太会抱怨 就老公跟他完全没有话聊 王医师 这个要不要紧 当然要紧 其实很多时候 与其去抱怨说 为什么没有话聊 当然啦 阿德老师的方式算不错啦 就是说他很正面的 看来这种事情 而且把它当成是一种常态 阿德老师现在路很宽 请大家尽量忍耐 这也是这种方式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有时候尽量忍耐 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把它解读 是一个很糟的状况 因为这种解读 说实在只是给他一个抱怨 没有再解释这件事情 可是有时候 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子 就算你不把它解读 很糟糕的状况 你的感觉还是不爽 我们在做那种类似 当然是我的同仁 在做那种 离婚的那种婚姻调解 那在上法庭之前 他是要强迫一定要调解的 很多时候那种夫妻 在讲要离婚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一方 他的抱怨就是这样 因为夫妻两个在离婚的时候 常常会讲 所谓的要会面交往 要看小孩 那往往就会有一方 有时候是女生 有时候是男生 就会抱怨说 你想看小孩子 可以啊 你回家来就可以啊 而且常常提出 这样子的要求的 并不是那个 想要离婚的先生 很多时候是那个 死不离婚的太太 那在我们在会谈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奇怪了 明明这个婚姻里面 那么不幸福 那你太太在这个婚姻里面 你老公也故意跑到外面 跟你分居了那么久的时间 可是太太还是希望 这个婚姻能够维持 他还是期待 这个结构能够完整 很多时候是因为 那种传统的概念 那他不希望自己被证明说 我是做错了这样子的人 那这样这样子的结果底下 就会拿小孩子来作为这种 争扎的这种筹码 那当然啦 那两边在讲话的过程中 也许就没有办法 像阿德老师这样子 很理直气壮的相信说 反正我跟小孩子就是不一样 所以跟他跟我 会有不一样的谈话内容 或者是不一样谈话的热络度 是应该要去接受的 他脑袋里面想着就只是 为什么可以他可以 为什么我就不行 可不可以问你 如果一百对夫妻 有多少对是可以聊 是有天可以聊的 基本上很难 因为很难 因为长久生活之后 很难的事情 你还要抱怨不是找死吗 很难是因为 我们过度的把家庭这样子的 婚姻的在 婚姻这样子的东西 当成是一种权利 义务上面的关系 简单讲嘛 我们古代不是有讲到什么 七出啦 三不去吗 那我们听过 就是七种可以把太太 修掉的理由 可是有几种三个不去 一个就是如果我老婆 那个是朝康之妻不可去 如果说我老婆 有帮我爸妈守校三年 的话我不可以去 然后如果我老婆 没有娘家可以回去 我不可以把它修掉 这种东西很少想 但是你发现 这种传统文化里面 这样子的东西 他把家庭当成是一种义务 所以太太 他如果是持家为主的话 跟老公伸手牌拿钱 他持家为主的话呢 他这一生 几乎都在想办法 让我的家能够变得更好 所以他跟先生 在商量的过程中 永远都是 我们家里缺多少 柴米油盐酱醋茶 永远都是我们家用 还差哪些 然后我们房子出了什么事情 小孩出了什么事情 那久而久之后 那种聊天亲密关系 那种分享 那有没有办法跳脱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 在婚姻智商的理论上面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 只是说 夫妻两个人要去学会 怎么样子去分享 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共同成长 阿德你会跟老婆 有天可以聊吗 我跟以前 以前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有长一段时间是 就算聊 都是品质很烂的聊 就是很快就赶快结束了 不然就是说 没有结束 然后 其实他就一直在讲 然后我就一直在做 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后来觉得说这样的 那有没有时间长达多久 我应该有十几年 然后呢 现在就是年纪慢慢越大以后 就觉得说 这种感觉 就一直都不变 东西是摆乱 其实自己也蛮难受的 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调整 我的调整 我觉得现在在想要说 就像说人的身体健康一样 我今天如果说 今天很不舒服 这不舒服不是说今天不舒服 已经累积下来的不舒服 所以我现在就会想要说 好 我现在跟你的沟通 不能沟通的原因是 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现在 如果要能再跟你沟通 我就忘记过去的事情 一刀两断 重新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沟通的方式 现在沟通的方式 我就会比较有一个方式 就是他现在讲话 我会比较看着他 就是我做几个些微的调整 因为这几个调整 他也会 就会明显感受到 我有在尊重他 你想那你以前 我刚才跟你讲话 你坐在那边看着 哦 怎样 哦 这样子 现在我跟你讲话 你都会看着我 我明显 我讲出来的话 也会不一样 我就会发现说 这个方法蛮好的 那你们会聊柴米 油盐酱醋 那些我都不聊 那不算聊天 那些都不算聊天 那叫基本的生活的一个准备 要做的一个沟通 所谓真的聊天 比如说我就要讲 我去看了是什么电影给他 我就讲给他听 我说你一定要去看 那为什么你不带他一起去看 因为我们的时间 不一定能撮合在一起 然后呢 而且我每天都要去电影院的人 我每天都一大早 他没有办法接受 每天去啊 你每天去电影院 我每天就去电影院 那你那边有那么好睡啊 但是他非常棒的另外是 他也会 他就很喜欢在家里看剧嘛 剧就会来跟我分享 我们就突然找到一个 很好啊 很好沟通的方式 我推给他 他推荐给我 就这样子 事实上只要有这件事情 其实就改善很多呢 只要遇见 对对对 黄医师会希望跟 当时有这个先生的时候 跟他有听可以聊吗 你们有听可以聊吗 我觉得一开始有啦 但是后来就是渐渐的这个 消灭掉 消灭掉 女生应该都结了婚 也会很希望老公能跟他聊吧 第一个我是 本来就认知到就是 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 是比较不会聊天的 然后大部分的男生的 有兴趣聊的话题 其实很多女生也是没有兴趣的 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们那个聊天 真的可能就是你要很 很学会配合对方 对然后可是可能 那男生喜欢聊什么 女生喜欢聊什么 比如说我前夫就很局限 他可能比较 就是他可能就是 他就是会 比较像宅男士在那边下棋 下像棋的人 他跟谁 就是跟网络 网络下棋 对对对 然后你一开始也是会想说 要那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就说我来跟你下棋 结果我下棋赢了他之后 他又很不爽 戳到他的动作了 你竟然比他聪明 其实我很久没有下棋 我很久没有下棋 要下营 太厉害了 那我想说我要陪他 就是陪他下棋 那这样也不行嘛 下什么棋啊 像棋啊 像棋